喂 妈 你怎么又打这个号码呀 我这个签费要停了 以后不用了 嗯 对 新手机 嗯嗯嗯 哎 弟弟没跟你说吗 好好好 你再记一下号码 说到这里 手机提示又有电话过来 他拿下手机 看了眼 是个陌生号 验惊的 话筒里 母亲不知道又说什么 大声地问他 齐悦忙继续听电话 听完电话 返回未接的电话 拨回去 那边却提示已经关机了 齐悦摇摇头 将手机盒上 随手扔在一边 拿过新手机 开始群发自己的新号码 这样 认识的人在找他 自然就会打新电话的 至于不认识的 他曾经昏迷了一年 不联系的早就不会再联系了 长云成拿着手机 翻来覆去地看 然后敲了敲 屏幕还是黑的 他拉开房门走出来 他依旧住在老者家里 每天该去看大门就去 看完了 就湿湿燃地回来 老者没有觉得不妥 他更没有觉得不妥 唯一觉得不妥 却又没资格发言的人 此时正坐在楼下的沙发上 吃饱母拨好的石榴 文君 他喊道 曹文君抬起头 手机坏了 你来看看 长云成说 晃了晃手里的手机 曹文君撇撇嘴 爱我 什么事 又不是我的手机 继续抓起一把石榴塞嘴里 你爷爷说 要你跟我作伴 才让你住进来的 长云成慢悠悠地说 曹文君被十六枪了 连声咳嗽 孙子竟然敢威胁他 这是我家 我家 我家书就住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瞪眼喊 长云成没说话 只是嘴角微微弯了下 就是这种笑 这种欠扁的笑 曹文君伸手 点着长云成站起来 孙子 这孙子 脑子可是有问题的 真敢干出告自己状的事 要是真让爷爷把自己赶出去 自己刚吹了几天 在那群朋友面前才有的面子 岂不是掉光了 曹文君心里狠狠地骂了句 抬脚登登登上楼 待看了手机 他又抓狂 没电了 充电呀 面块电池都没电了也不充电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喊道 长云成呕了声 看着曹文君 抖在手里的奇怪的东西 充电 他点点头 我现在知道了 他说的 一面将手机推过来 充什么 我嘞个去 曹文君有一种 完身跪拜的感觉 你妹的 这孙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什么时候肯滚蛋啊 这样下去 日子可怎么过啊 曹文君郁闷地去充电 扭头 看长云成坐着 翻看手里的文件夹 以一种握毛笔的姿势 握着探数笔 在纸上写什么 切 连握笔都不会 连发短信都不会 跟个文盲似的 字都不认识几个 装什么文化人啊 贵鞋子吗 要不要我教你啊 他问道 长云成没理会他 在方才没打通的电话上 做个记号 合上文件夹 不打了 曹文君问道 将自己的手机 在手里扔了两下 要不要用我的 哼 求我啊 孙子 不 长云成很干脆的说 曹文君很意外 这两天 这小子 除了上班睡觉时间外 都是捧着手机打电话 以为他一鼓作气 不打完 是不罢休呢 别客气 我不在乎 你用我几个电话费 曹文君说 长云成 长云成摇头 今天的电话 打完了 我该做别的事了 他说道 一面站起来 我出去一趟 要不要小的我陪走 曹文君 曹文君啊 曹家的第三代啊 正统的第三代啊 吉普车轰鸣着 冲进一家医院 吓得来指挥停车的保安 四处乱窜 曹文君扒开车门 就吐了几口 我说我来开车 你就不听 你押近的 一路上被多少摄像头照顾 还得找麻烦 长云成拍了拍方向盘 看着曹文君 你 曹文君看过来 你见过一个大男人 其在被别人牵着的 马上走吗 长云成淡淡的问 他虽然是问句 但显然不需要曹文君回答 说完 看了眼面前的门诊大楼 就大步而去 什么跟什么啊 果然脑子有毛病 擦 脑子有病 还这么拽的家伙 他可真是第一次见 我说你够了没 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 你多大的人 还玩剑王咬 曹文君追上去说 电话打了 我还是要来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 确认 或许电话里 他忘记了自己 那么 见了真人 会不会想起来 长云成 看了眼 手里的文件夹 这个医院 叫奇悦的大夫 是妇产科医生 他站在这明亮的 人流拥挤的大厅里 有些眼花缭乱 乱糟糟的世界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让让让让让让让 大厅里 大厅里 急诊医生 推着一个急诊病人 冲进来 长云成 似乎看到 曾经的场景 他不由抬脚 跟着那群人 就过去了 急救室 大夫 护士们 忙碌着 各种监护设备 发出 滴滴的响声 家属请回避 家属请回避 护士们 在劝说 挤在屋子里 哭喊的家属 但情绪激动的家属 根本听不进去 现场更加的混乱 让你们出去 听不到吗 长云成 几步过去 长手一伸一推 四五个家属 被推得向外推去 他身材高大 声音威严 力气又大 一时间 大家都被震住了 愣愣的 被推了出去 院里新来的保安吗 忽视惊讶的 看着这个男人 哎哟 长得也未免 太帅了吧 多谢了 他笑着道谢 打定主意 忙完了 就再去道谢 顺便一起 吃个饭什么的 曹文君伸手拍额头 将站在门前 如同门神的长云成 一把揪住 你看大门开上眼了 别丢人行不行 他低声喊道 喊完 曹文君又有些后悔 妈的 他丢人不正是和自己的意吗 干嘛手前拉住 自己是被作剑当使唤人上瘾了吧 他愤愤的甩开手 长云成没说话 转身 大步走开了 去 老子才不管你丢人呢 待会儿被保安从楼上扔下来才好呢 曹文君心里想着 也不跟着了 我要去车上导 他恨声说道 走到门口 想起来 车钥匙不在自己身上 只得怒气冲冲地骂了声 站在门口狠狠地抽烟 没多久 长云成就出来了 一句话不说 开门上车 曹文君哼声跟上 找 卧槽 他刚开口 就见长云成猛地打方向盘 那余下的话就变成了一声骂 曹文君死死地抓住扶手 开始了再一次的东摇西晃 看着车又冲进一家医院 曹文君扒着车门 吐得都没力气下车了 你难道要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 都看一遍 他有气无力地问 是 先从眼睛开始 长云成说 一面拿出文件夹 提笔话曲方才见过的那位齐悦 目光落在第二位上 跳下车 你疯了吗 你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总会见完的 说完 长云成甩上车门 走开了 神经病 曹文君冲他笔画一个钟指 燕京三院儿科门诊 坐枕的齐大夫很失上仇 面前这个男人 已经坐了好半天了 孩子不舒服的话呢 得需要抱过来 让我亲自看看 只凭你说是不行的 齐大夫再次耐着性子说 好 长云成说了声 还是看着这位大夫 齐大夫 今年三十五 虽然说已经过了花痴的年纪 但被一个男人这样看着 还是忍不住有些脸红 他忍不住轻壳一声 这位家属 那你先回去抱孩子吧 他敲了敲桌面说道 长云成看着他敲桌面的手 面色一阵激动 你 你是月娘吗 他颤声地说 前请扶住桌子 齐大夫吓了一跳 不 不是 我是齐月 他说着 将桌上的桌牌 拉过来给这男人看 虽然长得养眼 不过 不会是脑子有问题的吧 长云成没看桌牌 依旧看着这个大夫 齐月娘 我 我是长云成 你不记得我了 齐大夫 啪地站起来 保安 保安 站在门口抽烟的曹文君 看到一大群保安 如临大敌 气势汹汹地 冲进门枕楼 就摇摇头 好了 这个点结束了 可以赶下一个点了 他自言自语 将烟头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拍了拍手 向停车场走去 身后一阵嘈杂吵闹 曹文君头都不用回 没等他走到车前 长云成已经大步超过他 打开了车门 他神情淡然 身上因为推脏而发皱的衣裳 没有丝毫地影响到他的形象 我说快点赶下一个点吧 曹文君坐上来 说道 长云成看他一眼 这样离你进封人院的时候 就越来越近 曹文君说着 咧嘴一笑 长云成也冲他咧嘴一笑 猛地踩下油门 曹文君虽然已经做好准备 但还是差点被甩出去 死死地抓住扶手 吉普车横冲直撞地 轰鸣着冲了出去 停车场人羊马翻 一片混乱 我是齐燕娘啊 帅哥 要不要出来聊聊啊 电话里传来甜腻腻的声音 长云成拿下电话挂断了 在文件夹上 划去一个名字 然后再次拨通一个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欠费停居 这是什么意思 长云成听了一会儿 始终没真人说话 只得也挂断了 电话都打完了 曹老此时走进客厅 手里转着长寿球 问道 长云成看着密密麻麻 已经做了各种标记的文件夹 都打完了 除了打不通的都打完了 人员变动大 号码也变动得快 曹老说道 在对面坐下来 广告已经投放了 长云成点点头 那就别急 如果他看到了 一定会联系你的 曹老说着 看着长云成 小成啊 上次你在门口 射破人家车胎的那个人 问你有没有兴趣 跟他叫了叫了 单兵特丑 没兴趣 长云成打断他 说道 一面站起来 我还有一家医院 要去 曹老看着他 这些日子 燕京的 只要有叫齐悦 这个名字大夫的大小医院 都被一个疯子 搅合得头疼不安 广告已经发了 电话也打了 你要是这样 一家一家医院的找 那什么时候才是头 燕京的找完了 全国的你都要去吗 小长 人生长得很 慢慢来 有些事不要找 要等 说到这里 曹老呼得 见眼前的男人 猛地绷直了身子 这是认识他以来 第一次看到 他情绪的外露 曹老停下话 看着长云成 人生不长 长云成慢慢说道 舌头似乎有些发硬 一个字 一个字的往外吐 有些事 不能等 再不 等 这把年纪的曹老 什么都经历过 情绪早已经麻木了 但这一刻 当这句话说出来 他只感觉 他只感觉 胡天盖地的悲伤涌过来 风儿 你等我 你在这里等着 我一会儿就回来带你走 枪声密集 硝烟四起钟 年少的他松开了那个女孩子的手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长云成什么时候走出去的 曹老没有主意 他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默默地点起一根烟 他的身体保健医生已经禁止他吸烟了 保姆看到了正要提醒 但却见老者并没有吸 而是放在烟灰缸上 看着香烟慢慢地升起烟气 保姆捏手捏脚地走出去了 屋子里独坐沙发的老人 如同雕像般沉默 没有 长云成问道 再次低头看手里的文件夹 齐悦 燕京医院胸外壳 对 以前是有 前一段时间调走了 护士说道 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这些名单里的注册医师 调动有 辞职的有 还有从事别的行业的 也有 不过这没什么 他一个一个地找就是了 医院找完了 再找飞医院的 这个世界很强大 那么多手段可以用 只要想找 就一定找得到 长云成点点头 道声谢 转身走开了 护士看着他的背影 哎 这不是挺彬彬有理的吗 哪里像他们传说的疯子一样啊 他低声说 主要是看脸 在你眼里啊 只要长得帅 疯子也是甜蜻 旁边的护士搭着他的肩头 楼道里响起嬉笑声 长云成已经走进电梯 电梯里站着几个人 都是穿着白大褂的衣声 长云成没有多看 站好 专注地看着指示灯 哎哎哎 等等等等等等 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 被人从外边扒住 又打开 一个胖乎乎的护士挤进来 手里拿着满当当的 小黄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一个大夫笑道 哎 齐大夫 我正要找你呢 黄英高兴地说 齐大夫这个词 让长云成转过头 看到是最里边 站着的一个精神觉硕的老大夫 老大夫 难得 长云成又转过头 继续看指示灯 身旁的护士挤过来 他站开一些 看着那护士 抖着手里的一堆报纸 要从中抽出一张 因为手里的东西太多 所有的报纸都刷啦啦的掉在地上 电梯里的人都帮忙捡 唯独长云成 站得直直的 连脚都没挪一下 他微微低了下头 看到落在自己脚背上的那张报纸 哎哎哎 看这里 这又是哪个吃饱撑的啊 做这种莫名其妙的悬人广告 齐月娘 我是长云成 我来了 你在哪 超习非诚勿扰广告词的吧 广告吧 就跟前几天 那个什么前任张太太 现任张太太的 小三宣言广告似的 电梯里 响起热闹的说笑声 黄鹰从长云成脚背上 猛的抓起报纸 带着布满 看了长云成一眼 这个男人长得这么好看 看上去也很有教养 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礼貌 真是的 这年头呀 好看的男人 都被惯得不像话了 电梯门开了 长云成抬脚走出去 哎 齐大夫 你看 这报纸上有月亮的 事迹报道呢 长云成猛的站住脚 月亮 月亮 他 有个小名或者闺名 叫月亮 那男子转过身说道 你怎么知道 长云成看着他 长云起微微一笑 我就是知道 他说 长云成看着他 没说话 月亮 他转过身 看着向相反方向走去的那群人 他们说笑得很热闹 哎 我看看 真的啊 月亮才去云南就出名了 虎 虎 虎父无权女嘛 有齐大夫在 齐月又怎么能差呀 齐月 齐月 月亮 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长云成抬脚跟上去 走廊里 人来人往 他全看不到了 眼里 只有面前的这几个人 上楼 下楼 电梯 进门 后面 谢谢大家